清晨 六十岁的张鹤山被鸡鸣声唤醒 这一天是中国传统节日 清明节 祭拜祖先 成为这个日子里 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 每年清明时节 长城脚下的这个小村庄 几乎每家每户 都在进行这样的祭祀仪式 祭祀的对象 除了自己的祖先 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 七纪光 建立于十四世纪中期的明王朝 是中国历史上 修筑长城的巅峰时代 明代长城西起今天的 甘肃省家喻官市 东达鸭鲁江畔 全长八千八百多千米 是古代流存下来的最坚固 最完整 气势最雄伟的长城 今天首都北京附近 从巴达岭到山海关一带的东段长城 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 为世人熟知 七纪光 这位明代将领 是这段长城的督造者 公元1571年 为了束手长城 完成祭镇长城练兵 七纪光从浙江金华义武等地 调集了南方兵 并允许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 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 在秦皇岛境内 374.5千米明长城沿线 158个自然村 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 成子玉村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拥有64户居民的小村子 这座经过重修的城门 是明代古城的南门遗址所在地 这里距离长城只有不到一千米 在明代 像成子玉这样的鞭堡 是长城沿线最小的军事防御单位 每个鞭堡的官兵 轮流负责防守自己所看守的那段长城 他们的家人 则在长城脚下的鞭堡中 务农生活 在自家地里击败过祖先 张和山登上了家门后山上的长城 在张和山小时候 每到清明节前两日 长子玉村中的家家户户 都要参加一种叫逛楼的仪式 逛楼的时候 各家各户在各自祖宗守护的敌楼里 摆上祭品 并在长城的敌楼上串门 寥寥家长里短 如今 虽然这一习俗已经消失 但是祖先看守的长城 却已经成为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移民们 共同的家园 经历迁徙 并最终以长城为落脚点的 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人 中国传统新年 倪贵宾一家正在准备过年的团圆饭 北炸子 这个位于河北赤城县境内的小村庄 是个满足聚居村 村子不远处的山上 就是独石口长城 新年的团聚 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 这一天 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回到老家 衣柜编八十岁的父亲 换上了新衣服 老人要带领全家 完成一项古老的仪式 梁上的盒子里 密封着这个家族古老的历史 据说 衣柜宾的祖上 是关外的满人 公元1644年 满人入关 衣柜宾的祖先随之进入关内 并且留在独石口守卫这里的长城 清王朝统治早期 在首都北京附近的明代长城沿线 派驻满人士兵 并将他们的家庭迁徙到长城脚下居住 这个墓盒里保存着两张据说是从关外带来的满族祖先画像 由于年代久远 画像的纸质严重受损 已经经不起每年打开一次 衣柜宾的家人就把画像复印后装入镜框 一直放在桌案上 只有在每年春节时 衣柜宾的父亲才会把盒子从乌梁上请下来 供全家拜祭 对长城的守望 使得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成为长城脚下的居民 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滨后代 和来自东北关外的满人共同居住在长城沿县 无论他们来自何方 长城成为他们共同的家园 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融合 从更古老年代开始 一直在长城内外发生着